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亲爱的观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欢迎你们收看开卷有益之启示录七教会 我感谢葡萄树串会让我有这个机会来服侍大家 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今天也有一点依依不舍 因为我们拍完这一集之后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希望可以 好了 今天我们看到最后一间教会 就是失去了效用的教会 老底家教会 在上一集里面 如果你没看的时候 我希望你会回看 我就解释了不冷不熱 绝对不是指导他们的灵命 因为我作为一个目者 我肯定是渴望我的灵命是热切 热心是主 但如果他不冷不热 他只是回来崇拜 只是听道奉献 都还好 都好 但我绝对不会期望 我宁愿你全部冰冷 你的灵命死值 我就安心了 不会 但耶稣说我希望你要是冷 要是热 就不像温水那样 我一定要吐你出来 在上次我详细的解释 这次很简单说 原来失去了效用 当时很热的水 启温泉的水 可以治病 很冷的水 已经沉淀了那些矿物质 于是可以饮用 但暖水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老底家会陷入这个处境当中 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 老底家他们同样是没有什么异教的逼得 也没有敬拜君王这些政治压力 还有就是他们做生意很丰富的 其中是如何呢 他们是有出产羊毛 那些羊毛是可以外销 特别是黑羊 黑色的羊毛很难得 他们在这方面不少收入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和我们所读的经文有关 就是他们出眼药水 为什么呢 我记得我说过他们的水有很多矿物质 所以有时他们用这些水来洗面的时候 就令到他们的眼睛会出现了问题 所以他们就研究到一些眼药水滴进去眼睛 可以消除红筋 所以眼药水也都是在当时老底家里面 是非常地来去刺明 好了 当时的教会里面的人 因为没有政治上的迫害 没有宗教上的那种侵击他们的时候 令到他们可以很安舒地来去生活 很安舒地来去做生意 但是因为他们太有钱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缺乏 主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到 你说我是付出已经发了财 而一样都不缺 这个就是当时那些人 的一些自以为荣的事 我大把钱 有什么缺乏呢 我见过一些有钱人 曾经来带他和他分享信仰 他怎么说呢 我白手兴家的 现在我家财 真是过数千万的 过亿的 我一个人 就可以来赤手空拳 建立了我这个皇国 我什么要靠神 就算他真我都不用靠他 我靠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些人 常常觉得是自以为是 自己以为好 他就会看清那些信 耶稣的人以为是弱者所为 于是就不会来 但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他以为自己好 所以耶稣基督怎么说呢 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 叫你腐竹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买三样东西 我倒一会儿来说 买眼药水来滴眼 当你的眼睛 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的时候 意思是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现状 刚才我说 因为那些水 是蠶食到眼睛 令到眼睛看的东西 不是很清楚 但滴了眼药水就好一点 所以耶稣说你跟我买眼药水 是跟我买 不是跟当地的居民买 是开启你什么 心灵的眼睛 是让你看得清楚 你真正的自己是什么 他们以为自己很有钱 一样都不决 大家看到有一个比喻 耶稣说的 有一个有钱佬 我很丰富 我要拆了这个地方 再建一个仓库 然后收取 收藏 我的那些公物 但耶稣说 你怎知道 你明天是如何 可能今晚你就没命了 你所看的焦点 就是物质 但你看不到你 还有灵性上的需要 如果你看不到这些的时候 你没有去追求的话 结果很可能 你只是满有物质 但它是心灵空虚 实际上见过那些人 大家都熟悉 为了钱 两兄弟打官司 法官都没判案 大佬就死了 你拿到那个权 但你没机会两人再和好 妈妈伤心欲绝 原来有些人为了钱 就可以放弃一切 然后这些人都是心眼 是瞎的 纵使他这个肉体的眼睛 是清晰 看到东西 但内心的眼睛 已经是失明 所以耶稣说 你们向我买 眼药水 滴 这只眼 第二方面 就说什么呢 你们都是去 向我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 的羞耻 不露出来 记不记得 我说过 老底家很出名 是什么 黑色的羊毛 很漂亮 很滑 很高贵 赚到不少钱 大佬说 其实你是赤身怒体 你是羞耻 你里面有很多的罪 你看不到 其实你是赤贫 令里面赤贫 于是 向我来呼求 买一件白衣 来穿上 我记得在撒迪教会 跟大家分享过 白衣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第一就是 神除去一切的罪 将这件乙袍 加在我们身上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圣利者 所穿的衣服 他得胜 与神 你要同行 还有 另外一个意义 穿白衣是什么呢 是代表了尊重 尊贵 于是 去到 跟这一个人 来饮用 一些食物 享用一些的盐质 分享我的快乐 甚至你们以为自己很丰富 但你们是灵里面赤贫 你们是 骗骗的 今天 你要向我买这件白衣穿上 就遮去了你们的羞恥 就好像 始终阿当夏娃犯罪 他们很害怕 看到自己的羞恥 于是是怎么样 就找树叶 偏作群子 但是树叶会干 后来神就为他们做了皮衣 来遮蔽他们的羞恥 好了 杜文传第一个是什么呢 他说你要来到向我买什么呢 买火炼的金子 叫你附足 这是在针对你们的需要 老底家教会的人很有钱 大臣说不是 你要买真正的精金 这些金是要火炼 是经过磨炼 经过高温 于是 将这些杂质 你去除去 中国人有句话 真金不怕红奴火 对不对 当你有这些金的时候 就代表了你什么呢 你是真正的富有 甚麽真正的财富 不是你外在 是你在心里面 三样东西 都有同一字出现了 大家记得什么字 就是买字 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 你要向我买白衣 你要向我买五眼药水 当你有金子的时候 你有真正的富贵 真正的财富 当你买了白衣 可以遮掩你的羞耻 当你买了眼药水的时候 就可以怎么样呢 就可以让你心灵的眼睛 看得清楚 那要买 就是 救恩是什么 救恩是我们就这样 随手可得 我用信心接受就行了 为什么用买这个字 当然 不要忘记 圣经是针对当代的人来写的 为什么我说 老底家最厉害就是做贸易 就是做买卖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去买 买这个意思是 你要付代价 我们的主 付上了生命代价 写起了天上荣耀尊贵 受天使天君的敬奉 然后来到这个世界 忍受 人世间对他那种的凌辱 所以 今天我们要记得 这个救恩 伯伯给我们 但我们都要付代价 当我们做基督徒 那条路不容易走 人家会对我们 又会耻笑 他当我们傻 甚至挑战我们 而信仰 不是这样举手就够 神是要我们做一个 委身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付代价 买这个意思 就是你要付出 所以神帝都是去帮助我们 好了 接着第十九节 非常宝贵 凡我所痛爱的 我就责被管教他 今天 我们被神责被 被神来刁夺 其实这个过程不容易 因为神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是谁爱自己儿女的父母 乐于来带他 严严的来责被他 甚至打他 不会的 但因为神爱我们 爱神才会管教 所以神说凡我所痛爱的 我就会责被管教他 但接着要求是什么 你要发热心 都要悔改 今天 老底家教会 可能有很多很频繁的活动 但他们的灵命是死的 可能大家就唯威唯 产生不了作用 我们就要在这个世上 有这个荣美的见证 要有荣美的见证 就是要付代价 你不要只是羡慕 人家的成就 人家背后所摆上有多少 你有没有留意到 所以今天 我们要为主 来发热心 接着 耶稣发出一个爱的呼唤 阿汗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直 很宝贵 耶稣基督 他不能够勉强我们 他不是强盗 用暴力入侵我们的家庭 他在门外轻轻的扣门 他在我们心灵的门外面 来扣门 呼唤我们 他要我们主动的开门 来迎接他 若寒 他写若寒福音的时候怎么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明的人 他就斥他们权柄 作神的疑虑 我们的主在我们心灵外面 轻轻的敲门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主 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他来带他 在我心灵里来作旺的时候 说到他与我 我与他 以一同的坐直 一切的 来分享 神的快乐 和荣耀 最后 他说 得性的 我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与我得了性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今天很多时 有些人 特别中国人 摆位 是很重要的 国家领导人 他拍照的时候 你有没有留意 那些最高领导的 国家的主席 一定坐在中间 其实跟着他旁边的人 其实他们的地位 就已经显出来了 越近主席那些 就越代表 他被重视 香港的电视台 台庆也是 站在前面那一排 就一定是被重视被重用的人 在前面那一排 中文的那些 更加重视中的被重视 绝对不会找一个甘草演员 一个卡丽费 就站在中间 一个很受观众欢迎 或者电视台非常重用的人 就放在最后那行 最角落的位 电视机也拍不到的 绝对不会 有些人很想 跟一些名人可以来坐直 大主耶稣说 犯德性 你能够去不被世界诱惑 你忠心于我 你要毁身于我的人 你可以进来 王话 从我一起坐在这里 去分享他的胜利 与王一起来掌管王权 来来治理这个世界 你可不可以想象一天 你也是一个陪审团来的 你和神一起来審判这个世界 所以今天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心里面去祷告神的帮助我 在这个弯曲博物的世界里面 让我仍然忠心于你 今天神赐给我们有财富 这是祝福你 千万不要想 有钱就一定不对 你有没有留意到 神赐福给人的时候 旧约很清楚说 就是五谷身走和游 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 他就会来到丰收 你看回创世纪 神祝福阿伯拉罕 祝福瓦角 他们在物质上面都非常丰富 牛群羊群不断地来增加 所以千万不要想 有钱就不对 所以有钱是好的 但是钱会不会也成为我们的难助 神赐我们知财丰富 但是有时我们只是将我们的焦点 放在财富的上面 而轻忽了神的时候 甚至自以为是 哈哈我已经富有了 我是一样都不决 但是神说不是 你很可怜 你是赤身露体 你是羞耻 所以我们要祈祷 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神给我们有这份财富 这是祝福来的 我常说 神给我很丰富 我完全没有缺乏 这是祝福来的 但我就不会将我的焦点 放在钱那里 而轻忽了神 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们 最后我想分享就是 你要检视 你在神的角度里面 在神的家里面 你究竟有没有产生作用 老底家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完全产生不到作用 不能够在这个 未信的人形当中 为主来做见证 他们失落 可以就失落于自己的财富里面 他们完全产生不到任何的作用 所以神说我要将你唾弃 我们是炎 是肝 炎弱失了味 怎么能够再咸呢 他无用就被丢弃 被人家来踐踏 如果肝不能够发出肝 他根本就不是肝 所以今天你会不会是白占地土呢 最后那个见证结束 一个人当他中了风 很不幸 他瘫痪 当他瘫痪可能他下半身瘫痪 别忘记下半身瘫痪 他两只脚可能都存在着 一样的在这里没有脚走 但已经是完全没有作用 于是就拖累了 他全身 他可能就要坐轮椅 他的生活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今天你要检视 你有没有作用呢 你如果产生不到作用的时候 会不会你是拖累教会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再重蹈 老底家的福祉 我们只是白占地土 我们产生不到作用 让我们多些言读神的话语 这个都是我拍 这个节目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很想 席着和大家 讲解神的话语 令你对神的话语产生作用 于是好好地的 验读圣经 这个将会成为 你的祝福 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 都是我的祝福 好多谢大家 过去一直以来 收看启示录的七教会 好愿意 这个系列 成为大家的帮助 我更加祷告 求神有机会 再服侍大家 祝福你 熟灵生命 绝壮成长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